第371章 东方白玉偷袭 夏天明施展秘术 周围的人神色瞬间就变了 一窝蜂地围了上来 也不管自己的技能对夏天明能不能造成什么伤害 总而言之就是一堆技能瞬间就扔了过来 把夏天明给炸的都退后了几步 七八种不同的大道一瞬间同时轰过来的时候 即便夏天明使用了秘术也没能全部防御住 他深吸了两口气 稳住被炸得有些急促的呼吸 伸手在唇边蹭了一下 唇角处溢出的点点血迹被他抹在大拇指上 然后又蹭到了虚空顶上 顶身上的气势猛然大涨 然后夏天明脸色带着几分猙獰的开口 思想 空前绝后 周围的人瞬间被掀翻出去 他的身周一瞬间炸出一片空地来 比起刚刚三想加起来 才死了那摩撒瓜俩早的人 这一次的动静可就大多了 他深周至少死了四五个 连带着近一些的 还有十来个气息肉眼可见的维米了下去 后面的人受到的影响稍微小一些 因为被前面的人把爆炸最激烈的部分给抵挡住了 所以这炸裂凶狠的空间大道传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好了很多了 夏天明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他只有一个使臣 如果这个使臣不能把这些人都解决掉的话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他身上气息更浓郁了几分 后方四大家族的人脸色难看的快要滴出水来了 该死的 这是一对爷孙吧 怎么一个比一个难缠 孙子年幼还在爆发期 天赋逆天也就罢了 怎么这个当爷爷的看着天赋也不输孙子 旁边西门家族的庞系子弟沉着一张脸开口 你说的若是这个 我族里的人之前看了看两人的古灵 年纪小的那个还不足百岁 甚至只有二十出头的古灵 他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遮掩住脸上难看的表情 正磨算下来的话 那个做爷爷的 恐怕年龄都比咱们小上不少 南宫家族的人 微微颤抖了一下 你说什么 二十出头的古灵 竟然能有这样好的天赋 他们真的不是别的神域 派过来探查情况的大人物吗 有人冷着脸接话 你觉得 咱们神域 有什么值得别的神域惦记的东西吗 最近一段时间 各大神域的秘境 接连到了要开启的时间 那些神域里的人 根本顾不上咱们这边 无疾神域 在咱们眼里是个宝贝 可是在十大神域眼中 只怕还排不上名号 众人面面相去了几眼 都没有反驳这话 毕竟这话虽然伤人 可那人说的也是实话 这么一耽搁 夏天明身上的气息 又窜生了一些 然后在地阶一宠五神的境界上 慢慢平稳住 地阶一宠五神 即便是夏天明 使用了秘术 可在场无论哪个人的修为 都比他要高尚不少 但这些人 没有一个赶上前 拿下夏天明的 甚至身子 都不断地往后退 生怕前面 没有人顶住 虚空顶的震荡波 让他们这些人 直接被带走了 后方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他使用了秘术 肯定不能一直 维持着这种修为 我们只需要拖到 他秘术爆发结束就可以了 众人好像突然开窍了一般 用更加快速的速度 离开了夏天明的身边 夏天明的双眸中 黑色的光芒一闪而过 一道空间裂缝 直接突兀地出现在 刚刚说话那人的背后 把那人整个吞吃了进去 啊 一时间站在后方的人 也不敢再把自己那里 当成安全的地方了 夏天明主修的 可是空间大道 距离对他来说 是最微不足道 不用考虑的事情 他快速地斩杀着周围的人 几乎是在用一种 不计较神力消耗的方式 在疯狂地杀人 所有被他那双 漆黑色眸子 看向的人和方向 都无一幸免地被空间裂缝所吞噬 只是随着他不顾 消耗的动手杀人 头顶上的天地异象 变得愈发明显起来 被天地异象吸引过来的人 也越来越多 他心中的焦虑 也越发明显了起来 杀不完了 后来的那些人 隔着老远的距离 围着这片天地 即便夏天明 能够远程杀人 但消耗也会更大一些 这些人站的位置 又十分暧昧 基本上在夏天明 能够到得最远距离 夏丰又在山峰中修炼 这会儿 夏天明完全没办法 带着他逃出去 思前想后的夏天明 眼底的焦急之色 越发明显了 攻击周围人的时候 都带着一股 不管不顾的疯狂 他甚至打定主意 若是在一个时辰 即将到零的时候 要是夏丰还没苏醒过来 他就是拼着 用虚空顶自爆一次 也要把这些人 多解决掉一部分 夏天明身上的战役 愈发浓烈 周围的弟子 纷纷不敢碰他的眉头 在他目光扫尸过来的时候 不是逃窜 就是闪避 这让夏天明厮杀起来 更麻烦了几分 就在他追着四足弟子 厮杀的时候 山峰侧方 传来一道有些诡异的波动 夏天明神色警惕 虚空顶快速立志身前 疑惑地看向 诡异波动的那处地方 结果后腰位置 却直接被一道裹挟着土系大道的剑气 给戳了个对穿 东方白玉 那张有些扭曲的脸 从他身后浮现而出 露出一个有些英质的笑容 如今 你神力丹田被我锁破 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 才能恢复过来 我倒要看看 如今的你 还怎么猖狂 他一边说着 手中的长剑 一边不断地 往夏天明的身上扫荡 夏天明撑着一口气 将虚空顶挡在深周 不让他伤到自己第二次 他脸上焦急 和怒火并存 冷声开口道 我倒是从来没想到 堂堂东方家族的天才弟子 鼎鼎有名的东方白玉 竟然也会做这种 背后偷袭的手段 夏天明顿了一下 冷笑道 是了 我竟然忘了这点 你东方家族 本就是鸡鸣狗盗之辈 连抢抢神器这种事情 都能轻易做出来 又有什么刷新下线的事情 是你做不出来的呢 他的目光似有似无地 落在东方白玉手中 那把普通的灵气长剑上 眼底快速掠过一抹嘲讽 第372章 激斗 夏丰的剑气 这一抹轻悦的神色 直接刺痛了东方白玉 那脆弱的心灵 如果不是夏丰 在剑林山洞那里 借着藏天剑谷神器之威 直接砍断了他的常用神器 他至于在这魔多人面前 使用一把灵气吗 东方家族的脸 都要被他给丢光了 他胸口不断地起伏 似乎气急了一样 满脑子想的 全都是等一会儿 抓到了夏丰 一定要把他手里的 那把剑行谷神器给拿到手 以补偿他断剑之痛 至于出了秘境之后 要上交谷神器 给足肠之类的事情 东方白玉 像是傻了一样 下意识地忽略 掉不去想这种事情 他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而导致牙齿 有些微微颤抖 一张俊秀的脸 因为嫉妒和猙獰 变得有些扭曲 你也就只能趁着现在 乘一乘口舌之快了 他目光阴冷 落在夏天明身上的视线 如果有实质 早就把夏天明 给零十千万次了 你放心 我会一点一点地 慢慢杀你 让你好好回忆一下 在东方家族 第四分之地牢里的日子 夏天明的神色 也跟着冷了下来 后腰以及小腹处 不断传来的阵痛 提醒着他丹田处的伤口 身体上的隐隐作痛 提醒着他 秘书的时间 倒计时 而对面的东方白玉 还在用这种方式 试图激怒他 让他自乱阵脚 导致更多的神力 从伤口处清洗而出 他自然不能如东方白玉所愿 一道漆黑色的漩涡 从他小腹处升腾而起 龙玉的空间大道 在此片天空来回震荡 东方白玉眼中 带着贪婪和火热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夏天明还有下风的来历 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两人都来自于夏剑 哪里有那魔好的修炼条件 和天赋让他们这魔 无止境地快速突破 他们手里的这基建古神器 肯定反不他们了 只要他东方白玉 能把这些古神器拿到手 就在他一边思索着古神器的能力 一边谋划 怎么攻击夏天明的时候 夏天明率先动了 虚空顶身上接连不断地散发出 层层黑色波纹 如同闸刀一般 向夏天明挥坎而去 那黑色波纹 在虚空顶上的时候 没有任何存在感 直到从虚空顶上脱离出去以后 才变成了空间大道应有的模样 被不断撕裂又重组的空间 再加上里面隐隐传来的波动 让东方白玉也不敢应接 这倒空间斩 他一个闪身 整个人彭腹消失一般 没了踪影 夏天明神色骤然变得警惕了起来 刚刚就是这样 他几乎完全没有感觉到 东方白玉是从哪里钻出来 给了他一件的 甚至说 如果不是东方白玉 想要享受胜利的这个过程 如果不是他刻意露出自己的动向的话 只怕夏天明现在 还如同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寻找凶手呢 而东方白玉隐秘以后 受伤了的夏天明自然被周围那些散修 更加急于了 即便厂上已经有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再次现身的东方白玉和夏天明 再进行缠斗了 可这些人 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想凑上来奋一杯羹 如果拿不到古神器的话 能得到一些别的奖励也可以啊 就在夏天明还在找人的时候 一道诡异的水器 再次波动了一瞬 趁着夏天明走神的功夫 东方白玉 直接把手里的那把零件 插入了他的肩胛骨之中 周围的人有一瞬间的凝制 而后夏天明 瞬间展开了反击 两人一顶一剑的快速缠斗在一起 打的那叫一个难舍难分 修为稍微低一些的人 甚至都不敢靠近这片地方 来观看两人之间的打斗 实在是战斗的时候 虚空顶身上不断传出来的虚空裂缝 很容易伤到他们这些散修 夏天明顾不上这些 他心中焦急万分 时间已经不多了 可他如今被东方白玉纠缠着 虽然有股神器傍身 东方白玉一时半会儿 没办法拿他怎么样 可东方白玉的修为境界 几乎比他高了近乎一阶 还是比使用了秘术后的他的修为 等皆高了一阶 虚空秘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还在渐渐减弱 这让夏天明的攻击 更加频繁和不安了 东方白玉的眸子里快速地闪过 带着血腥气的沙翼 似乎马上就要对夏天明下狠手一般 忽然间 一道冲天的剑意 自夏天明护着的那道山峰中 直插天际 见过这秘宝动静的人都知道 这是夏峰醒了 甚至很有可能修为又增进了不少 毕竟之前剑灵出世的时候 那道冲天的剑气都没有这么高 所以没有人敢小觑这道剑气 生怕又是剑灵 想要做些什么 之前在无色神脉附近的 那个冰封千里造成的冰冻碎线 如今还散落在那片地上 默认处理呢 东方白玉的脸色变得更加争鸣 甚至黑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了 在他看来 这一切 原本都应该是他的 但是却被夏峰给截了湖 周围的伞修不断地退后 之前面对夏天明的时候 他们还敢比划一二 哪怕是他用了秘书 这些人也敢围住他 不让他脱离 可夏峰 他还没出现 仅仅只是一道剑气 就让许多人心生退役 快速地往后面撤离 可无论他们退到哪里 都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安 似乎这次的夏峰 针对的是整个无极秘境的人 让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去 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众所定感 东方白玉心中也是惶恐和害怕 他毕竟直面过夏峰 甚至还凭借着足中常被给的宝物 侥幸从夏峰手中逃脱了 不过现在他没有宝物了 夏峰也变得更将了 他真的还能接住夏峰的攻击吗 东方白玉心中不安 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了一会儿 对着后面的伞修历声喝道 你们跑那魔远 做什么 那小子如今肯定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了 那小子之前在神脉附近 用了那魔大的剑招 消耗肯定特别大 即便是吃了最顶级的天丹神域的神丹 他也不可能这魔快就恢复神力 大家快围过来 别让他又跑了 只要能拿下那小子 无论是谁 无论你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的 第373章 一剑斩东方白玉 夏天明肉眼可见地看到那些退后的散修神色 又重新变得贪婪起来 身子隐隐上前 围住山峰的方向 而这个时候的夏天明则被东方白玉给牵制住了 他对自己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对付不了夏峰 贸然出手的话 很可能会丢脸 但是对夏天明就不一样了 东方白玉很自信 自己能够拿下夏天明 特别是夏天明的秘书 渐渐消散 整个人的气息都开始慢慢围密起来了 就在东方白玉准备勤拿下夏天明来威胁夏峰的时候 那道直插云霄的剑气突然炸裂开来 荡平了周围的环境 那些离得近的散修直接被剑气搅碎 尸骨无损 剩下的一些瞬间又开始四下逃散 这和东方白玉说的神力枯竭可完全不一样 宝物固然重要 可那也要有小命享受才行 就在东方白玉一脸恼火准备再次挑拨周围的散修 荡炮灰的时候 一道剑气直直地冲着东方白玉的门面袭来 他无法形容那道剑气的模样 似白非白 近黑非黑 两种颜色诡异地交叠在一起 形成了这一道有些奇怪的剑气 剑气上那股一往无前断破云霄的感觉 让东方白玉嘴唇微微颤抖了一瞬 他无法形容自己那一瞬间的感觉 天地之间除了这道剑气以外 他似乎什么也看不到了 周围的散修有些停住脚步 目光似有似无地看着那道剑气 似乎在下风的这道招式中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一样 这是藏天神诀中最降的那招开天 一剑斩出开天辟地 其中蕴含的大道规则 让一个普通的武帝看了 恐怕都会承受不了里面的大道 而直接暴体而亡 可惜在场的人都是武神 还都是地阶武神 下风或许只有到了天神甚至真神的地步 更加凝练地掌握这剑招以后 才能让这些武神看了他的剑招也忍不住暴体而亡 至于现在 只是让他们心中多增几分感悟罢了 不过 东方白玉可不这么想 他脸上的表情随着剑招的接近越发惊恐 他想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那剑招上隐隐传来的波动让他心中一灵 知道自己已然被锁定了 在外人眼中看起来速度极快的剑招 在他眼中却慢得庞弗盾刀子磨肉一般 他知道这剑气会杀了他 可他逃不掉 也抵挡不住 就庞弗站在那里等死一样 看着那道剑气不断融合 最后一分为二 一道黑色的剑气冲入丹田 搅碎了他的神火台 另一道白色的剑气插入他的石海 将他的神石和灵魂彻底搅碎 而在这期间 他却连最基本的防御 哪怕是抬起手臂都莫能做到 夏天明身上的气息越发虚弱了 但还是上前一步抓住了东方白玉的尸体 没让他坠落下去 周围的散修有些贪婪地看了一眼东方白玉的尸体 这可是东方家族的天才核心弟子 也不知道他的储物戒指里能有多少好东西 可惜这念头也只是想想就罢了 莫人敢真的上前来争抢东方白玉的尸体 一方面不敢得罪东方家族 另一方面 还在山峰里的夏峰 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呢 这个时候跳出去 岂不是平白给夏峰杀鸡儆猴的机会 就连东方家族的天才核心弟子 都莫能抵挡住夏峰的剑气 他们这些人 上前岂不是平白送死 半空之上 被夏天明空间大道带动出来的漆黑色漩涡开始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夏峰那不知名的大道 黑白交替的剑气于空中四散飞舞 直接把那漩涡搅碎后又重新归笼于山峰之中 夏峰一步迈出 身形彻底出现在众人面前 和大家想象中的强弩之末全然不同 夏峰身上的神力不断震荡提升 最后完全恢复完成 周围的散修和四大家族的小喽喽脸色都不太好看 比起之前在无色神脉里 夏峰的修为竟然又长了一重 如今已然是玄阶七重武神了 想到他那近乎蛮不讲理的跨界作战能力 在场的人只想慌忙逃窜 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对敌的 恰逢此时离这里不远的一处丘陵 开始散发出天地异响 周围所有的神力都疯狂地向那个方向汇聚而去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又有秘宝出世了 然后这些人的心思就开始有些微动 夏峰这里显然一时半会儿是抵挡不住了 虽然不知道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攻击到底是因为什么 可不妨碍这些散修的灵犯心思 他们低声喊了一句 四散逃吧 他不可能把我们所有人都留下 说完以后 那人就快速地往秘宝出世的地方逃窜了过去 夏峰稍微挑了一下眉头 身子往前走了一步 周围的散修神色警惕地看了看他 然后又看了看逃窜的那人 发现夏峰没有动手的打算 只是继续走到了夏天明的身旁 搀扶着摇摇欲坠的夏天明 然后顺手把东方白玉的尸体给接了过去 散修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竟然忘了 夏峰旁边如今还多了一个使用了秘术后遭到反噬的夏天明 如果他强行动手的话 只怕夏天明也会遭到散修们的袭击 不像是现在 散修们防备着夏峰不敢动手 而夏峰心里也有忌讳没有攻击 有几个散修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了一通 似乎是想用点小心思 旁边的人连忙拉住不让他们去惹那个煞神 夏峰的毛子微冷 看向骚动的方向 冷声开口道 诸位放心 咱们的事还没完 你们若有人想逃 那就直接找个角落 瑟瑟发抖到秘境大门再次开启 如果还想继续和我斗下去 那就在前面秘宝出事的地方等着我吧 他唇角微微勾起的弧度带着冰冷的意味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无极秘境里的所有秘宝 全都归我了 说完以后 他带着夏天明就重新钻回了山峰之中 显然是准备治疗一下夏天明 按说这个时候打断他的恢复 能够有效地折损两人的战斗力 可是谁也不敢上前 第374章 各自戒备的四大家族弟子 明明就知道夏峰在那山峰之中 明明就知道 两人现在在恢复神力 可没人敢动弹 最后几个领头的伞修对视了眼 又纷纷不约而同地移开了目光 快速地往秘宝出事的地方赶去 有几个胆怯一些的 皱着眉头思虑了半天 最后咬了一下下唇 不准备再继续参与这些神仙打架了 这些胆怯的 原本是想来看个热闹 瞅瞅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减漏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减漏的代价 未免有些太大了 这些人的神色明显开始 变得犹豫了起来 趁着现在收手 说不定真的还能捡回一条性命 夏峰在这里说的话 很快就传到了四大家族的耳朵里 与此同时 东方白玉死亡的消息 也一并传了过来 西门庆的脸色有些微妙 眼珠子转了一瞬 然后小声询问道 东方白玉是这一届东方家族 送进来的佼佼者 南宫连摇了摇头 不是 他只不过是在进入 无极秘境的时候 比较机灵 率先进来的 而这一届东方家族的 那个佼佼者 性子冷傲 不爱说话 所以才有了一种 东方家族这次的带头人士 东方白玉的错觉 实际上东方白玉的修为 他没办法违心说 东方白玉的修为低下 也没办法说 东方白玉 不受东方家族重视 和他们差不多的 东方白玉被杀了 他们的心中 也难免惶恐 好半场以后 西门庆才犹豫着开口 我记着东方家族 那个叫东方清仓 等下见到人以后 汇聚到一起行动吧 四大家族分开行动 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 南宫连脸色不太好看 东方清仓 性子冷傲 从不和人同行 我记得他很久之前就说过 强者是猛兽 向来都是孤独的 只有牛羊才会成群行走 西门庆的脸色 也跟着南看起来 聚到一起行动 这话是他提出来的 东方清仓这话 像是隔空扇了 他一个巴掌一样 南宫连抿着嘴唇低声说 更何况 要是被别的散修知道 咱们四大家族 因为惧怕一个散人而抱团 他甚至难以想象这件事情 会对四大家族的名望 造成什么样令人绝望的后果 西门庆神色也带着犹豫 过了一会儿 采低声说 可是他如果真的准备 动手抢所有秘宝的话 南宫连脸色阴沉 秘宝这东西又带不出秘境 主要还是那些秘籍 秘术 提升修为的丹药和灵草之类的 西门庆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可是这些东西 咱们也抢不过那小子 南宫连深吸了一口气 憋回了想要骂出去的脏话 总而言之 咱们四家 现在算是 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无论如何 也要想办法阻挠一下那小子 如果实在阻挠不了的话 就也算了 他已经快要跨过咱们这个级别了 那小子的敌人 是外面布下天罗地网的四大家族 即便他能在秘境里搜 及到宝物 也不可能抵抗得了外面的杀招 西门庆的神色 这才缓呼了不少 低声嘟囔道 那咱们尽力就行了 没必要为此搭上性命 原本还一脸雀跃 满心想着拿到古神器的几个人 在听到东方白玉死亡的消息以后 尽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西门庆和南宫莲 叽叽喳喳地聊了半天 倒是一旁的北明夜 神色带着几分莫名 似乎完全没有听进去的模样 南宫莲咬着下唇凑进询问 你觉得怎么样 北明夜露出一个清浅的笑容出来 你们决定就好 我北明家族 原本就是来凑数的吗 南宫莲谋子微微变幻 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最后还是莫能说出口 他一直都觉得北明夜很神秘 所以 之前没少追在北明夜屁股后面跑 似乎想要看透他的能力一般 可是北明夜对他却一直不冷不热的 倒是西门庆 慧京常为在他身边献殷勤 他抿了抿嘴唇 压下自己心里的那点小心思 在秘境之中 和势力更强一些的西门家族深入合作 总比他尚赶着去找北明家族合作要好 更何况 如今北明夜也在队伍里 北明家族也相当于是跟着一同合作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听说了东方白玉死亡的消息以后 一种莫名的第六感就笼罩在他的心上 他会死掉 他也会和东方白玉一样死在那对爷孙手里 所以南宫莲这会积极钻营全都是为了自保 旁边的西门庆继续询问 那咱们现在是去秘宝那里 还是去山峰那里围剿那人 南宫莲快速开口 去秘宝那里吧 如果能抢先一步 拿下秘宝 对咱们的实力肯定有所帮助 那小子不就是得了剑林以后 才变得强悍起来的吗 咱们若是也能拿下一个强悍的秘宝 肯定能抵抗那小子 西门庆神色带着鞋若有所思 好像察觉到了南宫莲的急迫一样 只是他想不明白 围神魔男宫莲会这魔惧怕那小子 不过他也没戳破 只是带着家族里的弟子们 继续往秘宝出世的方向追赶 夏丰他们两人此时还在山峰里 夏天明的气息已经彻底萎靡下去了 一身的修为尽数遮掩起来 彭扶一个普通人一样 夏丰赛给他几块上品神经 然后低声开口道 爷爷先进梦境朱里修炼吧 我处理一下东方白玉的尸体 他挥手将东方白玉的尸体给分毁 然后取下他的储物手镯 开始探查起来 因为主人已经生死 所以 这储物手镯上的石海静置 也变得脆弱起来 夏丰庞大的精神力阵磨一冲 直接就把那曾经质给突破了 然后打量了一下里面的东西 空间不是很大 里面堆了不少神经 还有一些丹药和秘籍之类的东西 不过东方白玉看起来有些穷 储物手镯里 甚至都没有什么备用神器存在 他之前很好奇的那个穿梭珠 也因为使用了三次 而彻底失去了效果 这让夏丰有几分可惜 第375章 共同钻研灭尸刀绝 就在夏丰把那个失效了的 穿梭珠塞入自己的储物戒指以后 他有几分惊疑地看着 储物手镯里的一枚钥匙 和一本秘籍 秘籍名叫灭尸刀绝 光听名字 就觉得格外的霸气 夏丰把秘籍拿出来以后 打量了一下 上面以而不发的霸刀大道 让他心中一跳 这秘籍看起来不太简单 神识探入以后 他粗略地看了一眼 秘籍上面的一些招式 越看心中就越是兴奋 这是一本古神诀 虽然比不上藏天神诀 可也是 他能学习的一本神诀 比起这些神域中的弟子 夏丰其实什么也不缺了 就只是在神诀上 稍微有些浅薄 但之前 得到的藏天神诀 也弥补了他的这个缺陷 他把蔑视刀绝收了起来 准备晚一些的时候 在梦境珠里 好好研习一下 夏丰的心里 稍微有点担忧 似乎是有些疑惑 那枚钥匙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能够和蔑视刀绝放在一起 甚至比蔑视刀绝的放置位置 还要慎重一些 这肯定是好东西 他把那枚金色的钥匙 从储物手镯中拿出来 用神力和神识都试过了 和这片空间 也没有办法 形成什么有效的联系 可惜他一时半会儿 也没办法找到 这钥匙 到底是打开什么宝库的 只能是先放在 自己储物戒指中 存放贵重物品的 那片空间里 余下的 就没是磨 值得注意的东西了 大多都是一些俗物 夏丰把东西 稍微整理了一下 然后就拿着蔑视刀绝 有些迟疑 之前他修炼 藏天神绝的时候 有藏神古藏 神殿壁画上的古神 能够教导他 可是蔑视刀绝 可默认教导他了 再加上东方白玉 拿下这古神绝的时间 只怕也不短了 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修炼呢 别说什么 东方白玉的武器 是常见 在整个无极神域 哪怕是神王 得到了古神绝 也能立刻抛弃 自己原本的武器 哪怕是从头再修 都愿意 所以 夏丰有些狐疑地 看了那蔑视刀绝半天 恰巧下 天明从梦境朱里出来 这次再出来的他 神色就比刚刚维米的模样 好像太多了 外界可能就一炷香的功夫 梦境朱里 已经过去百多年 夏天明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情况 无奈地瘫了瘫手 精神恢复了 但是身上的这种限制 还是要等上一个小时的 你进去修炼吧 我看你刚突破到 玄阶七重武神 根基似乎还不太稳 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巩固一下 我以后打好基础 夏丰有些担忧地 看了一眼夏天明 他哈哈一笑 别担心 我虽然神力消失了 但是把虚空顶扣在咱们两个身上 这种事还是能做出来的 到时候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在唤醒你也来得及 他摆了摆手 也没有问夏丰 到底从东方白玉的储物手镯中 得到了什么东西 只是不断地催促他 趁着这会儿 经梦境朱里修炼一会儿 夏丰神色犹豫地 看了看手里的蔑视刀绝 然后又转头看了一眼夏天明 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钻进了梦境朱里 这次 他没有叫上众女 只是对着云雪之传了一个试探的信息过去 云雪之很快就钻入了梦境朱里 他手中拎着一把巨刀 整个人个子不算太高 脸上甚至还带着点点懵懂 可是见识过他厉害的夏丰 没想着魔多 反而是对着他招了招手 云雪之进来的时候 莫看到其他众女 心里就是一个灯 这会儿看着夏丰对他招手 连忙三步并坐两步地跑了过来 相公 有什么事情吗 他说话的时候 那巨刀直接被他收入了体内 一双眸子眨了眨 神色格外地天真无暇 夏丰把蔑视刀绝拿了出来 神色凝重地开口道 我在秘境之中得到了一本古神绝 是刀绝类型的 所以想叫你一起来看看 云雪之的眸子瞬间就亮了起来 他在霸刀神域这磨久了 虽然也拿了几本神绝修炼 可这是古神绝啊 就连他父亲霸刀神王 好像都没有修炼过这种好东西 现在夏丰这磨轻易地 就送到了他的手上 云雪之的神色变得格外地感动 凑过来清了一下他的脸颊 相公最好了 之前的藏天神绝虽然也算是剑绝类的 但那是在藏神谷里用感悟传递给他的 没有正式修炼的本子 所以他即便是想传授给李清雪 也没有一个传授的门路 最多就是用一些双修的方式 把剑招的一些经验传授给李清雪 即便只是这样 他都大呼惊奇 时不时的就觉得 里面的一些经验 给了他全然不同的感悟 自从和夏丰开始双修葬天神绝里的剑招以后 李清雪的修为都跟着加快了 其他众女一直都很羡慕这件事情 如今也轮到他云雪之和相公一起双修了 云雪之的双颊犯上点点红韵 胳膊跨着夏丰的手臂 时不时的妈撒两下 让夏丰神色有些心圆意马 不过外界现在的情况还不明朗 夏丰也没有什么时间和云雪之温存 轻咳了一声 就把灭尸刀绝拿了出来 云雪之眸子一亮 下意识地就凑了过来 但神色很快就变得茫然了起来 相公 你能看到这上面的东西吗 夏丰的脸色也随之变得不太好看起来 灭尸刀绝上是有字迹的 但这种字迹里蕴含的大道规则 夏丰没办法在梦境珠里复刻出来 云雪之微微叹了一口气 口气带着点遗憾的开口 太遗憾了 我原本以为我还能借着这个机会也修炼一番呢 夏丰眉头微微错了起来 最后也只能无奈地看了云雪之一眼 那你就只能和清雪一样了 等我修炼的时候和你探讨一二 想必对你也是一种敬意吧 云雪之的脸上再度浮现出那种漂亮的笑容出来 好 虽然没能得到灭尸刀绝的修炼方法 但夏丰能够记得他 这摩重要的东西也和他一起分享这件事情就足够他开心的了 他松开夏丰的胳膊 站到了离他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温柔地看向了他 第376章 接连突破境界 云雪之退开一点距离 也是因为害怕自己在这里会打扰到夏丰 只见他不断翻越着灭尸刀绝 眉头却越皱越紧 云雪之有心帮忙 可是他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才不算是添乱 只能带着些焦急地坐在一旁看着他 实际上灭尸刀绝上的内容写得挺直白的 甚至那字迹上还带着大道规则 夏丰只要把神识探过去 就能感应到里面源源不断传出来的招式信息 只是这样 他的眉头微不可查地猝了起来 他总觉得这样 好像学到的并不是真正的灭尸刀绝一样 里面向他传达出来的那种精神和攻击方式 比起藏天神诀的攻击来说 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同样都是古神诀 为什么会有这魔大的差别呢 夏丰眉头越皱越紧 最后也只能放下心思 慢慢开始修炼起来 他心中想着 也许现在是因为还没入门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 等把这本秘籍全部掌握了以后 说不定就能察觉出其中的差别了 要知道在外界一个时辰 在梦境珠里就是近千年的时光 而这千年的时光 夏丰一直都在研究这本古神诀 即便这样 他也才堪堪能称的上一句入门 不过直到这个时候 夏丰才明白 为时魔东方白玉拿到这本古神诀以后 这魔九都没有修炼了 以夏丰那近乎妖孽一样的天赋 修炼了千年的时光才堪堪入门 那东方白玉应该不是没有修炼 而是天赋太差 时间不够 一直没能入门吧 要知道他和夏丰不一样 他在外界想要修炼这本古神诀 还要背着人 以防被人发现以后截胡掉 结果一来二去的 竟然便宜了夏丰 至于和藏天神诀比起来 威力偏弱这个问题 在修炼过程中也得到了答案 夏丰在藏神古中 被众多古神雕像灌输了藏天神诀里应有的那些特质 让他少走了好多年的弯路 但灭尸刀诀却需要他一点一点的修炼上来 他能够推测到自己 把灭尸刀诀全部熟练掌握以后 也能达到和藏天神诀一样的威力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时间 夏丰察觉到 爷爷这会儿身上的秘书后遗症应当也消散了 他轻轻地抱了抱云雪之 好了 我该出去了 再等等我 等我处理完无极秘境的事情以后 就会试着穿剑 到时候 我把灭尸刀诀的原本带过去 也许你就能感受到上面的大道气息 然后开始修炼了 云雪之笑得格外温柔和甜美 他凑在夏丰的脸颊上轻轻轻了一口 好 我等着那一天 说完以后 他的身体渐渐地变得透明 整个人的意识 一点一点地被剥离出去 夏丰温柔地回稳了一下他的额头 一时也跟着同意离开了梦景珠 出来的时候也算凑巧 夏天明掌心中捏着一块神经 正努力地突破 玄界二重五神静剑 夏丰先是左右环视了一下周围 没有任何敌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开始给夏天明护法 说来也是巧合 夏天明一开始根本末打算突破境界 只想着给夏丰护号这个时辰就行了 结果捏着神经修炼的时候 不凑巧的拿了外界的神经修炼 之前就说过这事 在无极秘境里 只有土生土长的神经 才能不受天地异象影响 否则的话 无论是自身修炼 还是吸纳外界的神经 周围的大道之气都会疯狂地汇聚过来 然后暴露修士的具体位置 不过周围那些人 全都被秘宝的天地异象给吸引走了 即便看到这里的山峰中有人在修炼 也懒得多理会 所以夏天明这次突破 根本默认注意 是夏丰从梦境珠里出来的时候 才发现周围天地规则 不断震荡倒灌 直直地冲着夏天明的位置冲了过去 夏丰挥了挥手 遮住了这片天地的天地异象 避免其他人的注意 夏天明也算是后机勃发 突破得很快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就稳固了境界 他睁开双眼 看到夏丰已经醒了的时候 先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露出一个有些不太好意思的神色 我倒是没想到 只是单纯的打坐 竟然就突破了修为境界 一开始还想打断突破 结果后来感觉到 你出来了 开始给我护法 我才继续突破下去的 万幸没有影响到你 也没有发生什么别的特殊的事情 夏天明活动了一下身体 似乎在感受自己身体里多出来的这股力量 夏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话也就咱们爷孙俩私下说说罢了 若是传到外面去 那些许多年不得寸净的武神 只怕极度地能杀人了 夏天明哈哈笑了起来 我的修炼速度可算不上什么 要是有人知道你的修为静静 只怕是下巴都要惊掉了 夏丰没接这话 只是毛子微眯 目光遥遥地看向了远处密宝出世的方向 他声音微低 轻声开口道 那里的天地异象还莫消失 想必密宝还没彻底出世 我们现在赶过去 应该还来得紧 夏天明吃了一惊 你来真的 我还以为你之前对着他们 说从现在开始 所有密宝都归咱们这话 只是一时玩笑 夏丰唇角微微勾起 爷爷 我可从来都不说大话 走吧 现在去的话 说不定还能赶得上一场好戏呢 如今密境开启 已经十余日了 远遇出的密宝等级 也越来越高 夏丰不可能把这些密宝 推到对手的手里 他掌心中一道漆黑的光芒 一闪而过 灵光飞舟 从他掌心中浮现而出 夏丰整个人 彷彿正住了一样 停在原地 眸子里的黑色光芒 不断地交替闪现 夏天明下意识地 就想上前一步 查看他的状况 却又在离他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停下了脚步 他眸子里神色惊异不定 夏丰现在的状况 怎么看起来 那魔像传说中的顿望 可是 夏丰的这种变化 是在他拿出 灵光飞舟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是空间大道 那他能顿悟什么 第377章 大道神通 虚空影 夏丰眼中的漆黑色光芒 出现得愈发频繁 让夏天明都忍不住 多看了好几眼 连带着他的身体上 也开始不断地 有空间大道闪现 夏天明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倒不是他想离开 主要是夏丰顿望的时候 空间大道不断地交替闪现 把周围的空间都撕裂了不少 夏天明主修空间大道 倒是不害怕 这些空间缝隙 可他担心 自己的存在 会影响到夏丰的顿望 万一把他从这个感觉中惊出来 可就不好了 所以他一退再退 只单纯地守着夏丰 没有任何插手的打算 过了好半天以后 他深周的那些空间缝隙 才重新钻回了夏丰的身体里 连带着双眸 也恢复成了原本的模样 夏丰的眉头 微微簇在一起 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事情一样 夏天明凑过来 疑惑地询问 是顿悟了吗 和空间大道有关的 要知道 夏天明主修空间大道 这么多年 一次都莫碰见过这种顿悟 而夏丰主修十道 那十道 也从来没有遇见过顿悟 只这尖修的空间大道 在阴差阳错之下得了机缘 所以夏天明还挺好奇的 夏丰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 大脑里接收着这些信息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迟疑着开口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顿悟 也许是灵光非洲 自己带的一种技能 但我又隐隐感觉到 即便没有灵光非洲的情况下 我可能也能使出这个招式来 和古神器牵扯到一起了 夏天明的神色 显得更加好奇了几分 哦 说说看是什么情况 夏丰组织了一下语言 然后发现 很难和夏天明解释清楚 索性身上爆发出一团浓烈的空间大道气息 将两个人直接包裹了起来 夏天明一开始 还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很快 他就闭上了双眸 开始感应起来 他主修的是空间大道 对夏丰的招式 了解得也更深一些 这是一个能够将自己和周围任何存在隐秘于虚空之中的招式 只要对方不超过夏丰一个大境界 也就是 对方只要没有达到天神境界 就不会发现 虚空中藏匿着的夏丰 感知完了以后的夏天 明眸子闪烁了两次鹅 有些迟疑地询问道 你这 你这看起来 像是灵光非洲 在无极秘境中吃了两次变 然后恼火地 展现了一个新技能啊 听他这么说 夏丰也显得有两分无语 这次进入无极秘境以后 夏丰浅薄的空间大道造诣 莫办法让他完美地操控灵光非洲 原本这个古神器 能够彻底隐匿于虚空 但是 因为夏丰对空间大道末 纳膜熟练 导致他在外界的动向 还留下了一道漆黑色的小尾巴 连着被那些武神追上了两次 看起来像是灵光非洲恼火了 直接反不给夏丰一道技能 让他把自己给藏好了 别太丢灵光非洲的脸一样 夏丰无奈地和夏天明对视了一眼 轻壳一声说道 无论如何 反正 这技能还挺有用的 现在 至少整个秘境的人 没有办法再查询到 咱们爷俩的位置了 这对我那句 包揽全部秘宝的大话 也算是一个帮助 夏天明 嘴角微微翘起 又在很努力地往下压 似乎是非常想笑 却又强迫自己 压住笑意 他咳嗽了两声 嗯嗯 现在试试这个技能好不好用 去看看 那新出世的秘宝 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夏丰叹了口气 没有纠正夏天明的态度 而是一脸无奈地 和他钻进了灵光非洲里 灵光非洲 恰好给夏丰 传递了一道精神波动 似乎在和他说 那新的大道神通 叫做虚空影 夏丰嘴角的抽搐 更加明显了 这个时候 就没办法继续自欺欺人了 灵光非洲 已经很明显地 在说他嫌弃夏丰的空间大道了 不过这大道神通 是真的很好用 灵光非洲 带着两人穿梭的时候 留下的那条漆黑色的光芒 直接就被虚空影 给遮盖住了 即便夏丰 停在其他人的身旁 就让灵光非洲 以极近的距离 停在旁人的脸上 那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夏天明眸子微闪 眼底带了极抹羡慕 虚空鼎也是古神器 可从来都没干过 这种反哺的事情 片刻的功夫 两人就到了 秘宝震荡之地 远远看着 还以为是一座丘陵 走近了才发现 这是一座高山 此时山脉连绵震荡 就如同之前 剑林初世一样 地动山摇的 让人根本站不住脚 无论是四大家族的人 还是那些散修 都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围着高山聚集在一起 显然是在等密宝 彻底出世 夏丰也找了一处 安静的地方 继续藏匿在虚空之中 只等着一会儿 坐那螳螂捕蝉 后面的黄雀 夏天明眯着眸子 看了看周围 这些散修 不敢对四大家族的人 下手的 我们就算要等 也是等四大 不 现在是三大家族的人 互相打起来 东方白玉死了以后 东方家族余下的那些人 可能是去找东方清仓了 这束密宝出世 竟然没有人在这周围守着 夏丰耸耸肩膀 无所谓 如果他们不打起来的话 那我就想办法 让他们打起来好了 就好像之前 他们对咱们做的那样 说完以后 他就感觉到 外界的空间 天地异象的震荡 上升了一个层次 和之前剑灵带来的 冲天剑气 不太一样 这束密宝 不知道是津津大道的 还是离火大道的 半空处的云端 全部被金色光芒覆盖住 连带着周围的温度 也慢慢开始升高 虽然没有火焰出现 但这些弥漫在空中的金色光芒 却给人一种格外灼热 无法碰触的感觉 南宫连的神色不太好看 他是水之大道的武神 这密宝 他几乎是没办法拿到了 则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看着动静 比之前的剑灵出世 还要大上几分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四处环顾着周围的情况 似乎是在担心 下风突然跳出来 不过那小子 到底是跑哪去了 不是说了大话 要把所有的密宝都拿下吗 第378章 四族与散修混战 西门庆 神色带着几分烦躁 得了吧 他不来才好呢 他像是有些烦躁的左右 看了看环境 然后整个人像是被什么刺激到了一样 老一些的那个空间大道 造诣很高 不会是躲在什么 咱们不知道的角落了吧 简直麻烦死了 这两个人到底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以前从来莫听说过 他们的名头 别说是无极神域了 就是别的神域 我也没听过 这种天赋异禀的存在 要知道他们手里拿着的 可是古神器 无论在哪个神域 都足够他们名声大噪了 他烦躁地捏了捏自己的手腕 我最近甚至听了一个好笑的传言 南宫连的神色有些疑惑 什么传言 连你都觉得有些好笑 西门庆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有人说这两个人是从下界上来的 南宫连一开始 还以为有什么内部消息 结果听西门庆这么一说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谁传出来的谣言啊 简直可笑死了 下界 他们哪怕说 这两个人是什么古神转世 都比从下界爬上来这种鬼话 要更容易让人相信吧 西门庆贪了贪手 似笑非笑的神色 不自觉地落在了北明夜的身上 谁说不是呢 也不知道 传出这消息来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的神色 带着几分狐疑和好笑的 落在进入秘境以后 一直显得很安静的北明夜身上 似乎很怀疑 这个人的动向 北明夜挑了一下眉头 依旧秉持着往日里的模样 没有接他们的话语 而是把目光落在了半空上的金色光芒上 看起来 这次的秘宝 和我的属性 也并不匹配呢 南宫连和西门庆的注意力 又被扯回到了秘宝上面 他们两人皱了皱眉头 然后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不论如何 先拿下来 再说分配的事情吧 或许只是秘宝属性这样 真正使用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属性区别的 这话说的 三个人脸上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几分比一的神色 虽然说其他大道的人也可以使用不同大道的秘宝 可那对自己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 只是单纯的 就在三人各怀心思的时候 半空之上的金色光芒突然开始收敛 周围的温度也变得更加炙热 不知道是谁忽然开口喊了一句 秘宝出事了 大家快散开一些 四大家族的人过来了 周围的散修们神色一瞬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即便知道自己没尸磨机会得到这秘宝 但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宝物都被四大家族的人包揽 也足够让这些人烦躁的了 这会儿一个全新的秘宝现世 看着等尖还不低的模样 他们是真的不甘心 有人对视了几眼 心中暗自咬牙 如果能拿下这份秘宝 那他们是不是也能像那两个手握骨神器的散修一样 对着四大家族发起一次冲击呢 没人知道这个答案 可验证这个答案需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有些让人无法承受 南宫连看着周围有些诡异的气氛 哪里还能不知道发生什么 他脸色微变 力声对着后面南宫家族的护卫们吩咐道 自己警戒 别让散修们靠近 南宫连不说这话还好 周围的散修只是稍微有些戒备 如今他这话一说 简直就是把大家明面上伪装的那份和平给扯烂了 不知道是散修先动的手 还是四大家族的人先动的手 一道火焰在众人中间突然浮现 那火焰像是被人传送到这里一样 然后借助了一些半空之上的金色光芒 收缩了一瞬后猛然在众人中间炸开 四大家族的核心弟子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可周围的散修已经被点燃了 他们无法分辨这火焰是从哪来的 只能下意识地攻击着周围能看到的所有人 而此时的虚空里 夏丰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人混乱地纠缠在一起 摸着自己的下巴开始下黑手 刚刚那场景敌对的氛围纳膜明显 可两方人还是克制的谁都没有率先动手 夏丰自己要帮他们添一把火了 得乱起来 得打起来才好看啊 他才能浑水摸鱼呢 旁边的夏天明皱着眉头看向南宫连他们的方向 轻泽了一声 这几个倒不是蠢货 显然是看出问题来了 夏丰吹了声口哨 似笑非笑地开口 看出来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现在还能试图控制这种情况不成 别的不说 就如今散修和四大家族的人已经彻底混在一起了 双方恨不得把对方的狗脑子都打出来了 连带着四大家族的人各自之间也都不清白 这个下点黑手 那个多来些暗算 弄得各自之间纠缠得乱七八糟的 现在除非是有一个修为在所有人之上的人 强制把这些人给分开 不然的话 只怕这混乱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四周一直颤抖的山峰 忽然之间停滞了下来 半空上的金色光芒猛然炸裂 最开始下风天的那把火焰 直接被那金色光芒吞噬进去 秘宝出事了 所有人一瞬间都放下正在和自己敌对的人 疯狂地往山峰里冲 想要第一个接近这件秘宝 看着天地异象和动静持续的时间 只怕是比下风手里的那把剑铃还要厉害 若是能抢到手 啊 就在众人心思异动的时候 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散修 突然之间开始自然起来 没有任何人攻击他 就只是稍微贴近了一些 那个金色光芒的附近 他的身体就开始自己燃烧了起来 后面的人脚步猛然停住 看着这幅诡异的情况 谁都不敢在上前去尝试那个范围 藏天剑里的剑铃突然惊疑了一声 嗯 怎么这魔早就出现了 夏峰抓住藏天剑 疑惑地开口询问 什么东西 是造成那修饰自然的原因吗 剑铃稍微撇了撇嘴 真不知道 你们是走运还是不走运 这件上品密宝已经好几次没有出事了 这次竟然在十多天的时候就出来了 第三百七十九章 被当成垫脚石的散修 夏峰和夏天明的毛子 一瞬间都亮了起来 夏天明惊诧地开口询问 上品密宝 剑铃稚嫩的声音里带着点坚定 对 上品密宝 还是一件防御型的上品密宝 夏峰眼睛一转 似乎是想问更多的信息 剑铃却怎么也不愿意说了 这种东西讲究的是缘分 就好像我和你之间的缘分 我说太多的话 对我 对你 对这件上品密宝都不太好 夏峰眉头微条 似乎听出了一点剑铃的言外之意 这上品密宝虽然是防御型的 但是估计挺降的 不然的话 一向眼高于顶绝的自己天下无敌的剑铃不会说这种软话 剑铃好像能感知到一点夏峰心情 他一整个气得不行 你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才不怕他呢 夏峰嘿嘿一笑 没在这事上继续纠缠下去 反而是询问道 那人自然是因为那件密宝 他确实有几分好奇 一件防御型密宝 为时魔会影响到 那修饰自然起来呢 剑铃嘟嘟囔囔的 似乎在抱怨什么 但是语气又显得十分含糊 让人有些听不真切 夏峰疑惑的又询问了一次 你说什么 结果这次剑铃直接闭嘴 不再说话了 夏峰又催了两次 也没得到答案 但看剑铃的这个反应 就也能猜到一二 虚空外面 众人还在面面相去 那自然的修饰 死状格外的凄惨 几乎是当着众人的面 被离火大盗硬生生给烧死的 没有人赶上前一步救他 反而是不约而同的 都退了两步 似乎生怕自己 也被那离火大盗 给沾染上一般 西门庆不禁反省 看着那燃烧的火焰 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他转头对着南宫连 和北明夜开口道 竟然是离火大盗的密宝 正合我的属性 我也不和二位推辞了 这密宝 我西门庆要定了 等日后再遇见其他密宝 我定当鼎力相助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带着几分警惕地 往那处金色光芒的区域走了过去 南宫连的面容稍微有些扭曲 显然是极度地快要发狂了 真密宝看着就很厉害 若是因为这种属性原因 就被西门庆给收入囊中 他只怕是药气地 吐出鸡身鲜血来 想到这里 南宫连脸上 扯出一个有些扭曲的笑容出来 话也不能这么说 水火交融 如果我能得到 这火属性密宝 说不定也能积到我水之大盗 能更进一步呢 西门庆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虽然平日里 很看重南宫家族的这女人 甚至西门庆一度想追求他 但在这种时候 利益当前 谁都不会拘泥于这小小的情爱之中 西门庆痴笑了一声 以你的能力 只怕扛不住 这利火大盗的灼烧吧 刚刚那人自然的速度不算快 可利火大盗的火焰 本来就和三位真火 同出一辙 不灭的属性十分明显 即便是他想要踏入其中 也要好好谋划一番 至于修炼水之大盗的南宫连 只怕进去以后 不被烧得彻彻底底 那利火大盗 就绝对不会消散 两人都知道 彼此的小心思 但是谁也不肯退后一步 倒是站在后面 不打算插手的北明夜 眯着眸子 看了半天这座山峰 脸上的神色 有些莫名 不知道在想什么一般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那金色的光芒 开始渐渐地扩大 向周围扑了过来 那些站在前排的散修 吓了一跳 快速地往后撤退 想要离开这片地方 宝物虽然好 可小命却更加重要 但后面刚和他们 起了冲突的四大家族 可不会这魔 轻易地放过他们 西门庆冷笑了一声 一边和南宫连对峙 一边对着后面的族人 吩咐道 把那些散修丢进去 看看什么情况 看看同时灼烧十几个人 离火大到的力度和数量 是不是降低了一些 对面的南宫连没说话 但也对着自己的族人 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继续去处理 原本好不容易停下来的战斗 一瞬间 再次打了起来 散修们不可能就这魔 平白无故地 就让四大家族的人给弄死 自然是拼死反抗了起来 只不过 他们修为低下 又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即便是挣扎着 伤了一些四大家族的护卫 最后还是被扔进了那些金光里 源源不断的火焰 在这些人身上灼烧起来 南宫连和西门庆 不约而同地停下对峙 看向了金光所在的方向 似乎想要看看 这金光里蕴含的 离火大到上线 夏天明在虚空中看了半天 神色稍微有些不忍 那些散修就这魔 被当成了垫脚石 夏丰的脸色反而有些冷淡 目光盯着那处金光没有移开 似乎也想查看一下 这金光的上线 爷爷 别想那么多 这些散修说上一句 最有硬的也不为过 之前就围在咱们身边 想要简陋 这会儿又跑过来这里争抢 简直把其他人 都当成傻子了 这话说的不假 真正金明的那些散修 都躲在后面远远的地方 看着这边的情况 甚至还有一些 向四处的神脉探索去了 这些金明的散修 自然就逃过了四大家族的迫害 而被扔进去当探路石的散修 全都之前上蹿下跳 追着夏丰和夏天明不放的 跳梁小丑 夏天明顿了一下 脸上多了积分抵触 之前的那点 不忍瞬间退了个前前进进 他目光也跟着 看向金光的位置 有些敬意的开口说道 进去的人多了以后 平摊在每个人身上的火焰 反而弱了不少 夏丰点了点头 他们能看出来的事情 四大家族的人自然也能看出来 西门庆整个人一个剑步 就冲了进去 身上瞬间冒出离火大盗 来防备着金光里的火焰 而南宫连也不甘示弱 身上的水雾 直接把他整个人包裹住 也一头扎进了金色光芒里 夏丰唇角微钩 转头带着几分笑意地 对着夏天明开口 爷爷 我最近对空间大盗 也稍微有了一点感悟 爷爷要不要来 稍微指点我一下 第三百八十章 爷孙联手 虚空漩涡 夏天明听了这话以后 眉头稍微动了一下 神色说不上来 是惊喜还是打量 空间大盗 夏丰笑了笑 当然是空间大盗 灵光非洲给我的反补 我自己一人吃不下 不如爷爷 也来感悟一番 他毕竟不是主修空间大盗的 灵光非洲都看不下去 给他反补了 这导致夏丰的空间大盗 掌控能力 飞速提升 弄得自己都有些拿捏不定 自己走的路 是不是正确的路了 万幸还能有爷爷 跟着一起修炼一番 总不至于两眼一抹黑的 闭门造车 夏天明倒是也没推剧 他知道自己这个孙子 天赋到底有多吓人 如今还能用得上指点二字 如果他专心修炼空间大盗的话 只怕很快就不能再说 什么指点了 想到这里 夏天明开口道 行 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动 就和你交流一二 夏丰神色不太赞同地 摇了摇头 低声说道 爷爷才不是老骨头呢 和那些人比起来 爷爷的年纪和少年 都差不了多少 夏天明唇角的笑容 加大了几分 但是没说什么废话 掌心里空间大到升腾而起 一团漆黑的漩涡 从他手中浮现 漩涡不断地旋转 将周围的空间 一次次撕裂 又重新粘合 夏丰的神色多了点 若有所思 身上的神力 也一瞬间 彭彭不要前一般 融入进这漆黑的漩涡之中 漩涡旋转的速度 越来越快 对周围空间的撕裂程度 也越来越大 夏天明从一开始的运筹 围窝到后面 也渐渐开始有些吃力了 等夏丰再次蔓延出一股 空间大道的时候 夏天明额头上 开始伸出点点冷汗 在这磨下去 这片虚空会坍塌的 他知道 夏丰天赋妖孽 但是从来没想过 夏丰的天赋这磨妖孽 要知道 空间大道 并非是夏丰主修的 十道里面的 而是他接触了虚空顶 和灵光非洲以后 自己后感悟成的 可两人刚刚用空间 大道互相交流的时候 夏天明甚至能从 夏丰的空间大道中 感受到些许晦涩 这代表着他掌握的 某一部分空间大道 是夏天明 完全不擅长 甚至不熟悉的 所以他队长心里 那个两人 用来交流用的空间漩涡 稍微有些掌控不住了 夏丰回过神来 看着夏天明 有些吃力的表情 先是吓了一跳 然后连忙开口道 那部分感悟 是灵光非洲返布给我的 我一时研究不透彻 爷爷如果有空 可以钻研一番 说完了以后 他从夏天明的掌心中 接过那个漩涡 原本看着夏天明掌控 那漩涡有些吃力 额头都有些冒冷汗了 夏丰自己心里 也做好了接不住的准备 但他还是没预料到 这漩涡竟然如此厉害 直接把他半身的神力 都抽吸走了 甚至那漩涡 刚到他手上的时候 他整条胳膊 就如同用力过度一样的 肌肉隆起 夏丰深吸了一口气 在虚空和现实的中间 划开一道裂缝 然后猛地把这团漩涡 往金光中的众人身上 扔了过去 那漩涡在夏丰和夏天明掌心中时 只是简单地旋转一二 不断地撕裂一些细小的空间 如今被夏丰扔出去 当作攻击后 整片空间 连带着半个山峰 都被那漩涡撕裂开的漆黑裂口 给吞了进去 散修们是最先遭殃的 他们没试磨特殊技能 又被四大家族的人刚 打得半死不活的 然后还被密宝蔓延出的金光 灼烧了半天 本来就筋疲力竭的他们 遇见空间漩涡以后 只发出了一声惨叫 就被禁术卷入虚空之中 他们可没有虚空影之中大道神通 被卷进去以后 说是必死无疑也不为过 不过在这群散修中 竟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像是一道荧光闪电一般 快速地脱离了出去 夏丰看了一眼 那人逃走的方向 稍微挑了一下眉头 心中莫名多了几分熟悉感 但是他没时间去管这些事情 而是和夏天明一起 合力操控着那漩涡 继续往四大家族的人身上席卷 空间大道的攻击速度极快 几乎是念头刚刚闪过 几个四大家族的护卫 就被吞吃进去 南宫连的脸色 黑沉得像是锅底一般 该死的 是那两个贱人 他说要拿到所有的秘宝 这是那两个贱人来了 西门庆的脸色也同样不好看 如今已经不是能不能拿到秘宝这件事情了 能不能从这空间漩涡的覆盖中脱身 才是重中之重 不过 他只要一想到和自己属性相同的秘宝 就要花落别人家 他就心痛得无以复加 呼吸都粗重了几分 南宫连还在叫嚣 鸡鸣狗盗之辈 就只知道从背后偷袭吗 你甚至 他叫喊到一半 夏丰带着一脸笑意的 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我甚至什么 看着夏丰的那张脸 南宫连的背后一凉 不知道怎么就想到了之前的冰封千里 他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张着嘴似乎想说些什么 嗓子却旁扶被堵住了一样 根本没能说出什么话来 夏丰看着他那副害怕的样子 脸上的笑意更浓郁了几分 我看你们和东方白玉的关系不错 既然如此的话 就都去陪他吧 话音刚落 周围暴动的空间大道更加张狂 那团悬窝疯狂地旋转着 往三人的方向吞了过来 北明夜低声喊了一句 用出各自的手段分散开逃吧 别管足人了 能逃一个是一个 说完了以后 他整个人变成一道黑光 直接闪烁着准备逃离 而另外一边的南宫连和西门庆身上 也各自闪烁出水蓝色的光芒 和赤红色的光芒 夏丰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北明夜离开的方向 没有冲动地追上去 这人给他的危险 反而比其他三个排名更高的家族更多一些 而且他这段时间 以来也只是跟在他们身后 没有真的对夏丰做什么攻击 所以 夏丰也愿意留他一条生路 可惜 余夏的这些人 就没有这磨好的福气了 虚空漩涡猛然长大了几分 像是张开了虚空巨口一样 瞬间把这片天地给吞噬了进去 喝水蓝色的光芒 喝水蓝色的光芒